好 今天談到小蝦米 有沒有機會反倒大鯨魚 有另外一起案子 跟我們台灣有關 也是小蝦米有機會KO大鯨魚嗎 這個小蝦米是誰呢 亞光 大鯨魚是誰呢 三星 亞光要告日本 在日本告三星 告他什麼呢 告他變焦專利 有機會贏嗎 還滿有機會的 不過先講一下 這個亞光 在日本的東京地方法院 控告三星電子 侵犯到他們 這樣潛望式鏡頭的專利 今年這個三星電子 這個旗艦機種S20 就是號稱100倍的變焦 亞光說這個就是我們的專利 我們看畫面就知道 百倍變焦 這一個100倍的變焦多厲害 遠遠 拉…你看 跳下去 然後在打籃球 你以為打籃球 在這鏡頭拉遠了以後 是在那麼遠的地方打籃球 你也可以看到 這裡厲害吧 所以這個專利是亞光的專利 對 亞光的專利 當然這個最後要法院來一個判決 但是為什麼亞光在這個時間裡出手 因為明天這個三星的Note20要發表了 亞光會想說 你不要永遠都是潛望式鏡頭 這是我的專利 不過根據了解這個Note20 雖然售價很貴 這一次沒有推出潛望式的變焦的技術 為什麼 有一個問題 我們看了 變焦變了五倍 十倍 一百倍 但是你把這個照片 要傳到的社群 去跟人家分享的話 好像不太實用 這個目前有這樣一個問題 但是我認為亞光 有更進一步的一個打算 會不會像當年的大力光 要真正是要搶訂單 2013年 大力光 他想學大力光以戰逼單 對 2013年 大力光 當時三星電子是大力光的客戶 是 好大 還去購客戶 他說你千萬我六項的一個專利 後來這個纏送了三年 在2016年的時候 雙方和解 聽說三星電子 應該是付了一筆錢給大力光 然後大力光以戰逼合 結果拿到更多三星 那個高階盡頭的訂單 後來大力光 2013年高三星的時候 股價還不到一千塊 越來越來越大 所以他沒跟他要專利權的錢 他跟他要訂單 對 然後後來就漲到了三千塊 所以亞光是說 我們得到這個靈感 會不會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一下亞光 究竟會不會贏在技術的問題 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現在的很多的這個鏡頭 開始要尋求變焦 變焦的時候 你這個手機裡面 像這個是外掛式的 弄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幹嘛 是會打到那個效果 會不會太笨重了 會 會啊 無法無聊 我拿一個手機在那邊 但是大力光的鏡頭 不是好幾批也可以變焦嗎 對 全塑膠 全批的 批就是塑膠 大概你變焦有技術的限制 就三倍 現在要十倍 要一百倍 要有一個什麼 G加P 加了一個G就是玻璃 但是整個台場 玻璃加塑膠 對 玻璃加塑膠 這樣的話變焦 就可以把它放大10倍 50倍到100倍 全台灣所有光學的公司裡面 雅光在這個領域 耕耘最久 技術最好 他有技術 也有一定的產能 譬如說去年我們的觀眾 假如有記憶的話 在12月我們的節目 率先去講雅光的G加P的技術 那一波雅光 我們拿到了去年的那個12月 讓觀眾知道你錯過一次機會 那一次70幾塊 飆到113 為什麼 他提出了G加P潛光式的鏡頭 供應給華為今年的新機 P40 Pro 對不對 華為 華為他整個大陸也沒有這個技術 只能下訂單給我們的這個雅光 雅光一波的這個行情 那現在的話 就是說我們雅光會不會贏 我覺得他當然有這個機會贏 不過更大的目的 他是要什麼 逼你啊 贏以後這個三星不要自己搞的 你訂單給我吧 好 所以有沒有可能真的 因此拿到大單呢 不過我們注意到 在今天牌面上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特色是 大咖大腕的休息了 輪到二哥小弟在找 所以非常重要 二軍二線的股票 為什麼 我們現在有一個投資的心理 新進來的人 我還要去買那個漲很多的嗎 然後手上有股票 但是想加碼的 我還要去追嗎 我會不會替這些外資 我買在300 我怎麼有辦法追400呢 對 我會不會替這些外資 這些大戶抬轎 無限 二軍 我們來看一下聯電 其實聯電就是 所以台積電太貴買不下去 改買聯電 對 那聯電的話你看這一波 就是二軍最具代表 但我告訴你 你絕對要相信人性本惡 那個外資今天高盛說 目標價32塊 我們看一下外資 今天這個消息出來以後 當日聯電的進出 給你賣8萬張 8萬張啊 對 用倒的 為什麼 所以你操作還要注意一下 那個報告寫的目標 就那麼高的時候 那一天你要稍微小心 你等過幾天再說 但是我們告訴大家 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現在不是7奈米 5奈米 28奈米就夠了 但是重點要有訂單 有客戶 我們看一下 在港股掛牌的中芯國際 那個講什麼14奈米 那個都講好聽的 真正主要的製程 還是28奈米 我們看時間拉長 你知道嗎 中芯國際 雖然最近有一波的修正 今年到目前股價漲150% 為什麼 1.5倍 並膽很多 另外一個叫做華紅半導體 這是全球 僅次於我們世界先進 全球第二大的 8吋晶圓代工的公司 你看它的股價 它也掛在香港 很強勢 今年漲100% 所以從聯電到中芯到華紅 都告訴我們一個選股的邏輯 不用 不一定要找5奈米 7奈米的啦 對 繼續 聯電的話 為什麼現在28奈米 產能篩爆這麼賺錢 因為面板的訂單過來 面板的驅動IC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今天面板的股票 也是二軍6116的彩晶 他告訴你第二季虧損 但是動用庫藏股今天漲停 外資今天大買 買了好幾萬張 為什麼 我們跟各位報告 那個群創跟友達 是一軍的面板 第二季的EPS大概虧3毛到4毛 彩晶雖然虧 只有虧0.12 虧1毛 他虧得更少 所以大家都對第三季的面板看好 所以二軍出來 再過來 二軍要注意選股 第一個 重點就是說 他的業績比例想像中的好 要選這種股票 我們從去年講到現在的那個宣德 今天也出現了漲停板 我們今年是在60塊獎的 現在已經破百 我們再看一下為什麼 第二個重點 要把籌碼給洗掉了 我們看一下外資的這個籌碼 宣德的外資的這個籌碼 你可以發現最近開始大買 但是我們看融資餘額 算好了 散戶的這個融資餘額 最近在賣 在賣 所以二軍不是亂選 選業績比你想像中好 再過來籌碼換手的股票 好 所以要賺錢沒那麼簡單 我們現場兩位 一位是攜手股民 一位是資深股民 我們先來問一下新手股民 來 楊婷有問題要問嗎 我還想剛剛那個亞光 現在亞光如果他這樣上新聞 這樣我們還值得去投資嗎 亞光上新聞還能買嗎 當然 我覺得因為他最近沒有漲 只要確定 因為他馬上要供告第二季 大家對第二季的財報 因為第一季他虧 所以第二季有一點疑慮 只要確定虧 即便虧 但是沒有虧那麼多的時候 比第一季收斂的時候 那時候的第一檔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好 楊婷 操作的績效怎麼樣 今年算小賺 你今年買什麼 我今年在年初 就是那時候四月多的時候 有買了一檔熱印 熱印啊 對 那時候是生金 那賺很多耶 對啊 那時候 可是我沒有抱到很後面 然後我那時候賺了大概一倍 最一倍啊 對... 出生之獨不畏虎啊 對 就很厲害 很厲害啊 很厲害... 因為他後面還長更多啊 所以他摸得住啊 很多老手啊 看過生計大起大落 賺一點就說那邊走啊 這次都新手在賺 新手在賺嗎 他就摸得住啊 那老手都要走到那四月 那三櫃就走 所以呢 那時候反正就是看 大家都在用耳溫槍嘛 然後就覺得這一檔股票 然後是在做耳溫槍紅外線這個 然後我就覺得滿適合的 好 我們副控來敲一下 熱印的K線 我要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從這K線的角度來看 我們看一下 楊廷 你是買在多少錢啊 我大概是買在58塊 58塊 57 58 這樣算厲害耶 然後你賣在多少錢 然後那時候就大概... 那時候就漲了差不多 五個漲停板嘛 然後就大概抱到110 然後漲停打開 然後賣 那現在你手上有很多現金嗎 還是有股票的在市場 我現在手上沒有什麼股票耶 對啊 其實都是現金 現在都是現金 那你想要買嗎 我最近有在考慮要不要進場 看看台積電那個... 台積電相關的概念股 就可能譬如說精材啊 或者是創意這種的 對... 所以他問了兩檔 問一下 楊廷 你是因為台積電長太高 所以你才開始看周邊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台積電 最近漲是有點太兇了 然後我覺得這兩檔 相較台積電比起來 沒有漲得那麼兇 我想說那有沒有可能 會跟著台積電之後 跟著它的步伐往上走這樣 楊廷 你有做功課 知道這兩家公司在幹嘛的嗎 精材應該算是晶圓封裝之類的 對 那創意 創意應該是IC設計的 其實年輕人滿用功的 對 我在用功 沒有錯 其實我們說 這個半導體今年來講 都是不錯 因為5G的這種低延遲 或者是這種高速的傳輸 其實帶動了所謂這種 機器的物種大爆發了 就是說很多東西 甚至可能像這個 以後它也會有感覺 或者是可以有感應器出現 所以萬物聯網的情況之下 我說台積電的封裝 它會往什麼 高階的封裝 今年來講 包含這個上游 下游等等 相關的個股都有 我們來看 就是說重點 就在這個精材的這個部分 最近其實是量有點縮了 這跟長黑棒代表什麼 上面就有點壓力了 不過重點來說 8月15就這個半年半月公佈 其實上半年可能只有賺一塊多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營收的這個部分 其實看點就在這邊 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營收 你看1月份的時候 還有四七字頭 到6月反而變成什麼 四二字頭 所以它營收是掉的 營收來講並沒有說出現 一個比較明顯的成長 所以我想看起來這個動能 看起來並沒有說 那麼樣的一個強勁 所以我想在操作這檔的話 我覺得個股可能就是 稍微壓回一點點 當然它是台積電的一個相關公司 看起來還是很強 可是還是等壓回再來考慮要不要進場 楊品那個營收不是很好了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檔是創意是嗎 創意我給你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創意的這個線圖 當然說因為最近這個矽製材的部分 相當的熱對不對 它又是台積電的這個相關的供應鏈 看起來短線上技術線型是很強 那因為當然之前三四八的時候 略有一個套牢的一個情況 這邊也是出大量 出大量做一個壓回的一個情況 其實我們說了 其實你說這個股價 跟它的整個獲利的情況來講 我覺得中間還是略有一個落差 只不過因為今天這個包含了 像一些細製材的 像什麼四星對不對 四星KY 什麼細力 IC設計聯發科都大漲 它有一點跟漲的這個味道 所以我想就線型的部分 量也並沒有說出現一個 大幅的一個增加的情況 所以看起來動能沒有那麼強 那我們再來看營收 一樣要看一下創意的營收 重點還是看這個營收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同樣的 那整體的這個營收的 我們來去做一個追蹤 就是在它的整個營收的 這個明細上來看的話 大家就要把這個眼睛增大一點 因為你看營收月增率 連續三個月都是什麼 衰退 都是衰退的 當然年增率是增加的 跟去年同比 可是這個數值也並沒有說 很明顯的增加 你說四月份還有1字頭對不對 1.0現在變成9字頭對不對 這0.9 假設是0.9的9字頭 所以看起來營收 兩個月已經沒有辦法突破的 這個前高的一個情況下 操作的部分 我認為可能要等這個股價 稍微再沉澱一下 才是會比較好的進場 所以楊天你選股不看營收的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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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起來這兩腦都不什麼好 對 這樣看起來不太OK 所以陸宇現在要開始 處理營收對不對 對… 財報的部分我覺得要比較扎實 因為這個波段其實我們就舉 上禮… 現在兩個禮拜我們來跟大家講 像台積電 它的月營收連續五個月 年增率是連續五個月 超過這個雙位數對不對 台達電也是 我們來看像這個台積電的 月營收的這個年增率 像台積電的一個部分 就很清楚了 你看這個營收的年增率 為什麼台積電我們講完之後 就出現一個大爆發 你看年增率都是雙位數 連續幾個月的大幅的成長 這個是很驚人的 所以我想包含說 持股的籌碼率也是要特別去觀察 我們說像這個上禮拜 前兩個禮拜我們講的 像台達電今天也創性高對不對 創性高的情況下它也是 對 也是有關的 這個籌碼面的一個情況 那選股的部分呢 我當然認為了 可能會往一些比較大型 或者是說 所謂說資源整合的一些個股 比如說 像台達電它是所謂的這個 我們給盤中走勢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台達電的一個日線圖 日線圖 今天日線還是很好的 創這個近期的新高 台達電它包括電動車 還有這個什麼風電 特斯拉的整整相關的概念 所以你看它基本上來講 雖然它是量沒有明顯的增加 可是它沿著這個五日線 往上走會走得很穩健 但是楊婷 台達電這200多會不會太貴 對你們年輕人來講 有一點 對 好 沒關係 有點貴 有點貴 你覺得貴的話 老師你不要給我200多 120 100多就可以 6153 這個加聯益 加聯益 我們來看一下 來 6153 6153加聯益 加聯益 Sensi幾塊可以嗎 對... Sensi幾塊可以 好 來 加聯益 為什麼呢 這5G的這個手機 體質就是什麼呢 就是高頻率的運作 對不對 以前的這個 包含了一些什麼NPI的這些 這個PCB的部分 可能是不是會轉換到LCP 就是液晶多分值的這個題材 那我們說加聯益 大盤這幾天震盪對不對 有壓回到四五百點對不對 為什麼它能夠創新高 那它均線糾結了 均線糾結開始了 有點出亮的這種感覺了 所以呢 我說了 因為當初這個華新集團 入主的時候 大概成本是28塊 所以你的這個持股的成本 或進場的成本 可能跟大股東會比較接近 交加 買在28塊 31塊你敢不敢買 敢 敢啊 不要那麼談心 說他20倍 我要買27了 來 景文呢 景文是資深股民做11年 這一波有賺錢嗎 有啊 你買了什麼賺錢 我最近我是對特斯拉 感覺比較奇怪 因為它在國外的那個 所以你想問特斯拉概念 對 我是很想問特斯拉 那你買什麼賺錢呢 因為我目前都是 滿手的都是資金 都是什麼 我都是做很短的短線 你做跑短線啊 是 那這樣厲害啊 那你拿幾支有賺錢 大部分像那個 金星啊 金星啊 還有那個 金星幾號 8183 8183 8183的金星 所以你金星有賺錢 你是早地就對了 我都是說 今天又大漲 你不會覺得很可惜嗎 你賣掉你看今天又大漲 目前啊 我是在看啊 我就想說很奇怪 就是說 那個特斯拉在國外 所以你現在想跑特斯拉 是不是 想做短特斯拉 想做短對不對 我從前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 在為什麼國內的那個 特斯拉的概念股 好像都不太會動 為什麼在美國掛牌的特斯拉 我們再給觀眾朋友看一下K線 為什麼在美國掛牌的特斯拉 已經漲到最高來到1794 都創歷史新高了 為什麼國內的特斯拉 概念股沒有跟上呢 這個問題我也滿想問的 其實很多 很多這個同學朋友 都想問這個問題 不是通常叫做雞犬升天嗎 水漲船高嗎 什麼指標股如果大漲 周邊概念股 大家至少 他吃肉何必湯走 對 沒有錯 因為像今年特斯拉 它是從430塊開始漲 那漲到最高是1794塊 其實它已經漲了三倍多 可是你會發現 台灣很多相關的 特斯拉供應鏈是沒有動的 那為什麼呢 阻礙的原因 還在於這個純度的問題 因為坦白講 台灣相關的特斯拉供應鏈 純度都不高 我以大家這個認為純度最高的 1536的核大來講好了 核大它在電動車產品的 這個出貨占比的部分 大概佔了30幾% 那傳統的這個燃油汽車的部分 產品還有大概60幾%左右 所以你會發現在疫情期間 它的燃油車的產品 它是急速下降的 可是你電動車的產品 這個沒有辦法去彌補 它的營收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你發現到 它4月份跟5月份的營收 是非常低迷的 這是它不會漲的原因 那另外大家覺得說 3665的茂蓮KY 它的純度也很高 其實你去查一下 茂蓮KY電動車的產品 佔比只有15%而已 所以你說特斯拉為什麼 這個這麼會漲 可是這些概念股不會漲 因為它純度不夠高 因為它們也有做燃油的 也有做電動的部分 它雖然是特斯拉的供應商 但它燃油那一塊 並不高 今年業績不好嗎 但是你說特斯拉 這個題材在台北股市當中 完全無英雄用武之地嗎 其實也不是 英雄完全無用武之地嗎 對 應該是這樣子 比方說 博恩造異不好 我跟你講 你會發現 今天油膽股票叫做3552的同志 對不對 3552的同志 3552的同志 敲K線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同志今天漲停板 昨天它也是漲停板的 那它為什麼會漲停板 連續兩天漲停板 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說 它打入到特斯拉 Model 3的供應鏈 因為它把法國有一家供應鏈 給它擠掉了 它現在要開始供應特斯拉 傳出來說要供應 360度的環境偵測系統 所以這種就會漲嗎 是嗎 對 所以我覺得 操作特斯拉概念股 大家要保持一個觀念就是說 舊不如新 舊的不見得會漲 但是你新切入的 或者是你剛剛好被發現 跟特斯拉有關係的這個股票呢 它短線的爆發力量會比較強 舊不如新 來問一下景雯 來 問一下景雯 你是11年的資深股民 同志在幹嘛 你知道嗎 基本上我沒有太注意他 所以你看 這很多新公司的活力也不是 因為資深的股民 它只會注意到 比較傳統的特斯拉概念股 像 對 像河大 或是茂蓮科 以及康普 美琪瑪等等這些 可是這些純度都不是很高 所以我說就不如新 剛剛有跟特斯拉 所以那個要跟景雯講 你就是買你不買就對了 對 不買聽過 說什麼我賣不知道 那種才會去 對 不論是同志還是大雅 因為已經漲上來了 我請你去追 你也不見得敢追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可以去找就是說 這個裡面有沒有什麼 今年認同度比較高的 新的特斯拉概念股 我認為在低價的部分有兩檔 一檔就是高先生剛剛講的 8183的金星 因為現在寧德時代 開始供應特斯拉電池模組 那金星他說他做短跑掉了 所以再進去嗎 那我覺得你跑掉就不要再看了 但是我要跟妳講 它的題材在哪裡 就是說他跟寧德時代是有合作關係的 寧德時代現在供應特斯拉電池模組 金星是全台灣唯一跟寧德時代 有合作的這個關係的廠商 那你會發現到 另外一檔叫做6288的連加 連加是供應特斯拉車尾燈 以及煞車燈的廠商 那現在你會發現 其實這兩檔股價它有個特性 就是說前面漲一段之後 目前都在做一個箱形整理 那如果說接下來有機會 會突破箱形整理的上緣的話 那它可能是另外一個階段開始 因為6288的連加 接下來還有一個題材 在於說特斯拉接下來要做什麼 這個Model Y 休旅車的部分 平價休旅車大概 現在定價是4.5萬美元 大概是135萬台幣左右 其實也很便宜 那Model 3跟Model Y的車尾燈 跟煞車燈 他們的型號是一樣的 所以換句話說 等於如果說特斯拉接下來 要開始賣這個Model Y賣得很好的話呢 那相關的供應鏈 連加一定是吃得到的 那如果覺得電動車實在太貴 不然我們來騎腳踏車好了 這一切就是 你參與不得也有 我們來騎腳踏車 沒有了 我們來騎腳踏車 我們來騎腳踏車